其实大多数人对于造血干细胞捐赠还是保有迷思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有赖于捐赠者以及受赠者的现身分享 今天的封面故事流动的生命之河 就要带您来看看幕后的志工团队 是如何帮血液疾病患者来找寻一丝希望 其实慈悸在长期推动造血干细胞捐赠 如果想要加入了这救人的行列 只要是年满18岁以上以及45岁以下 女生的体重必须要达到40公斤 男生是在45公斤以上 而且BMI是小于40 就符合验血建党的资格了 所以志工团队经常就会前往大专院校来举办活动 因为年轻人建党有效的资料存在的时间越长 配对的几率也就更大了 而在劝水的志工当中 有一对好伙伴是黄欣染和黄凯怡 两个人都曾经遭遇到生命的重大转折 这让他们在面对生命的课题 以及推动建党的这一条路上 信念是更加的坚定 要跟他约几点 就说你看他几点有空这样子 黄凯怡高一时就来到舒萱担任小志工 跟着当时身兼电源和劝水志工的黄欣染忙前忙后 没想到大一那年突然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医生跟我说要做骨髓移植 如果没有配对怕有生命的威胁 当时虽然成功配对却没有获得捐赠 只能继续接受化疗 我总共在两年半到三年之间 做了38次的化疗 所以感谢西安姐在我治疗过程中陪伴我 让我心情变得比较好 工作比较累的时候 其实我有想放弃那个志工这个区块 凯怡这个事件就马上想说 我真的要再持续 我真的不能中断 来 凯怡 到了 两人就像姐妹一样长期互动陪伴 康复后的黄凯怡 用行动回馈医疗团队 成为医师的好帮手 62577 我想说护理师也很忙 医生也很忙 所以我就决定发愿 等医生说我想要去做一下取水之口 因为他本身就是患者 他可以很体会患者的那些感觉 目前磁济骨髓资料库的建档资料 数量累积48万2113笔 配对病患70295例 移植成功6781例 只是随着时间不断过去 有效资料里的年轻族群比例越来越少 30岁以下的族群只有7% 46岁到55岁之间有占了33% 那换句话来说 他们在未来的10年内将逐渐地掏零 因此资料库需要更多心血注入 志工利用各种活动宣导宴血建档 也走入校园将生命教育向下扎根 那有一天他的年龄到了 或者是说他刚好遇上我们的宴血活动的时候 他就可以马上理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进而加入我们的配对资料库 越年轻建档骨髓资料库的有效资料 存在时间越长 就越有机会拯救生命 改变病患的人生 大海新闻 阮奶红 刘洪志 华联报导